Vivo X Note 開啟 看很多網友都希望我拆一下這台 Vivo X Note 這幾天正好也有時間 就給你們先安排了 關於這台手機的外觀和系統體驗部分 我就不多說了 相信大家也都了解的差不多了 我們直接開拆 第一步關機後取出卡托 卡托位於機身底部雙nano SIM 設計上下放置 卡托材質是金屬加塑料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拆卸後蓋 三明治結構直接從後蓋入手 90度加熱三分鐘後 由於後蓋是素皮材質 直接用拆機片劃開四周的粘膠即可分離後蓋 後蓋內側可以看出來是塑料材質 鏡頭保護蓋內側通過金屬片進行加固 後蓋與電池的對應位置處有緩衝泡棉的覆蓋 第三步拆卸主板 主體部分還是成熟的三段式結構 後蓋模組位於機身的左上角 無線充電線圈放置在機身中央 支持最高50W的無線充電和10W的反向無線充電 副板部分覆蓋有緩衝泡棉 電池上方覆蓋有一大一小兩片散熱膜 卸下14顆固定主板蓋板的螺絲 取出蓋板 蓋板上方沾有傳感器排線和閃光燈的排線 閃光燈排線上方同時集成有後置的色溫傳感器 翻之背面我們可以看到 傳感器排線和無線充電線圈通過觸點和主板連接 前攝的對應位置有導電部的覆蓋 頂部揚聲器 後攝以及各VTP 接口對應位置處都是有緩衝泡棉 先挑開電池的接口進行斷電 再挑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和同軸線 取出所有攝像頭 整體傳感器的配置屬於旗艦水準 並且四顆後攝均覆蓋有蔡絲的T鍍膜 再配合Vivo 字眼的 VE 影像芯片 都能保持Vivo 一貫的拍攝水準 卸下兩顆固定主板的螺絲取出主板 主板為雙層碟板設計 背面屏蔽罩覆蓋有散熱銅膜 SoC 對應位置處設有導熱材料 接口四周沒有發現防護措施 頂部麥克風和後置麥克風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主板的薄弱位置處有金屬片的加固 主板PCB 的製造商來自滑通電腦 四架散熱銅箔 奇怪的是 SoC 上方沒有看到硅脂之類的導熱材料 而 ROM 上方則設有一小塊的導熱片 RAM 和 ROM 都是來自三星 LPDDR5 加 UFS 3.1 的組合 RAM 下方就是高層的骁龍疤了 調開聽筒的觸點並取出 聽筒是集成揚聲器的常規尺寸 中框上剩下的紅外發射器 前置環境光傳感器和開機鍵音量鍵 通過觸點和主板連接 SoC 對應位置的開孔還能看到下方設有 VC 均熱板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 8 顆固定副板蓋板的螺絲 取出蓋板 蓋板和喇叭 BOX 集成在一起 上方還佔有 X 軸的線性馬達 是 9595 規格 來自 AAC 瑞生科技 拉起接口上方覆蓋的導電布 挑開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和同軸線 卸下一顆固定副板的螺絲 將副板翻至背面 斷開最後一根同軸線後即可取出副板 副板上集成有底部麥克風 SIM 卡卡槽和 Type-C 接口 接口內側是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副板上只有屏幕延長線的接口四周 有緩充畫面的保護 第五步 拆卸電池 電池有快拆設計 撕開左右兩邊的貼紙 捏緊提手取出電池 電池是雙電芯設計 單個電芯容量 2500mAh 一共 5000mAh 自家製造 ATL 電芯 搭配附帶的 80W 有線快充 實測 1 到 100 是 33 分鐘 前四分鐘充電功率接近 70W 隨後開始解體式的下降 最後一步拆屏幕 加熱電 90 度加熱三分鐘後 小心劃開屏幕四周粘膠 即可將屏幕分離 屏幕來自三星 使用 15 發光材料 分辨率 3080 x 1440 120Hz 刷新率 像素排列 就是鑽牌 屏幕背面是全覆蓋的銅箔 最醒目的就是這個來自高通的 廣域超聲波屏下指紋模組 這個面積是真的大 下方是屏幕的驅動板 驅動板上集成有一顆 來自新思的觸控 IC 型號是 S3-911 中框上方覆蓋有大面積的散熱膜 廣域齒紋模組的對應位置處 還是有緩衝泡棉 私家散熱膜就可以看到 屏幕和中框之間的 大面積 VC 準熱板 這個尺寸 妥妥的屬於第一梯隊了 材質是銅合金 照例 我們來看一下遊戲表現 室溫 25 攝氏度下 王者榮耀一局厚 平均幀率是 119.3 幀率抖動是 0 溫的一匹 最高溫是 38.9 攝氏度 溫度融資的不錯 和平精英只支持 90Hz 一局厚平均幀率是 89.4 基本算是滿幀運行 幀率抖動是 14.5 最高溫 41.2 攝氏度 最後來看一下原神 半小時後平均幀率 39.9 幀率抖動 51.9 這個幀率表現卻比較一般 但四分鐘開始的幀率穩定的還算不錯 最高溫是 41.8 攝氏度 看這個溫度應該是沒有放開跑的 好了 拆解就到這裡 整機有三種共 25 顆螺絲 重絲歸位 10.11 攝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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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 Vivo X Note 刚发布的时候 说实话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7 寸的屏幕尺寸 拿来分屏操作 看视频 看书的体验 肯定好过常规的纸板机 重量虽说有 216 克 但肾在分布均匀 卧室的手感还是不错的 但毕竟是大屏手机 单手操作肯定会有些吃力 不过不得不说 Vivo 这波差异化打得很好 并且也没有因为这种差异化 去缩减整机的配置 从刚才上面的拆解 我们也可以看出 Vivo X Note 整体的用料和工艺 当属旗舰水准 大屏党们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Owin 下期因大火而需求 人叫Pen 就算了 索尼新品拆机 晚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